那當你這些成績都準備好之後 你還沒畢業 但是你這邊要做申請大學的步驟了 因為在申請大學你是要在高三的10月或是11月前就要送出去 尤其是網球員大部分用的是叫做early decision early decision的規則大概就是說 只要你上了 你early decision被學校接受了 那你就要放棄去其他學校就讀的機會 網球員會用這個規則是因為 教練通常會希望更早可以確定他明年的陣容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我的狀況是我在10月15就先申請了第一所學校 那在11月中間我陸陸續續申請了七所 那其中包括一所是early decision的emory 所以我後來上了emory之後 我就必須要把其他學校的申請全部取消掉 除了early decision之外還有early action 那early action可以同時申請很多學校 那early decision跟early action的作用都是在提早讓學校知道你的興趣 那這些成績當然會就更早公布 像我是在12月15號的時候就收到通知 那網球員跟一般生的申請不太一樣 你可以跟教練先聯絡好 那告訴教練說你的意願 那如果教練對你有非常大的興趣的話 他會直接告訴你說 你把early decision送進來 那我保證你可以讀我們學校 所以在高二高三這段期間你會非常的忙碌 你要準備SAT 然後準備託服 同時在申請準備SAT的過程中 你也要跟教練聯繫 那在高三的10月到12月之間 你就要送完你所有的大學申請的文件 那大學申請的文件包括一些基本的表格要填 然後還有一些自由寫作的部分 那很多學校會有他們個人的系統 但是大部分的學校用的是一套系統叫做Common App 它的全名是Common Application 那在這個系統上面呢 你要填的是你的基本資料住址 還有你家人的資料 那後面還會有一篇自傳 那你要講出說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讓你跟其他的申請生有所不一樣 那大學申請的這個部分是非常的繁瑣 然後全英文的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來問我 那如果你覺得你時間可能不太夠 然後來不及送出erdecision的話 那也不要急急忙忙的把東西全部送出去 你可以選擇用Regular decision 那用Regular decision的好處就是 你有比較多時間去準備 但你放榜的時間就比較晚 然後教練可能對你這個球員的申請 幫助上就沒有那麼大了 那錄取的機率可能就會比early decision 跟early action的狀況下低一點 那還有一點就是 大學教練他其實對你的申請幫助有限 那很大部分的決定權還是在註冊組的手上 尤其是你要申請像是前20前30的學校的話 你的SAT成績如果沒有達到註冊組的要求的話 那教練也很難去幫助你 他可能可以讓你的SAT成績比一般上要在低一點 然後打個八折之類的 但是你的成績還是要足夠讓他幫得上忙 所以除了跟教練要保持密切的關係和聯絡之外 你還是要準備好你的SAT跟託服 那希望這支影片對你有一點幫助 然後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